暴力 手 充裕 百萬大軍 皇上 竹筋天下 九月可待 殺 殺 啊 啊 江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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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財長江財長江財長 誰 你 你是沈轰 而等趁我闭关 从北打到南 今复途 还我神威 天下已定 立刻随我回皇城 以安民心吧 战将选女 拜见神后 何事 我已找到神主和少帅的消息 在哪 在天都 神主在搬砖 少帅在紧波兰 他们真做得如此窘迫呢 立刻随我回城都 是 收破了喽 冰箱采电洗衣机 空调电脑热水器 旧家具 收破了喽 老公 老公 我不累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 跟我一起买烂街 收破烂都不怕丢人 我有什么资格说累啊 收破烂的 你 你的笑容 就让 伤心 我已 哎 收破烂的 大哥 什么事啊 大哥的地方上收破烂 你他妈交保护费了没有啊啊 不是大哥 什么保护费啊 妈的 你他妈连保护费都不知道 你他妈读过书没有啊啊 保护费就是你给钱给我吗 保护你吗 大哥 我收破烂的又没钱 不需要保护的 妈的 不用保护是吧 老子今天就让你脑袋上开个花给你看看 大哥 做他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老公 这有个收破烂的不交保护费啊 是谁啊这么作词啊 哎呦 李小军怎么是你啊 哎 二表哥 怎么是你啊 我他妈跟你说多少次了 在外面就不要给我三心代顾的 你个收破烂的丢我的脸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保护费交下吧 一天一百 一个月 三千块 什么 三千 我一个月都挣不到三千呢 你他妈说什么呢想死了是不是啊 啊 你他妈说什么呢想死了是不是啊 不是大哥我真没钱 我一天收破烂就这几十块钱 还要吃饭交房租 我管你有钱没钱啊 不给钱就那么给命 你们还有没有往法了 皇天皇日之下挑战啊 嗯 你是谁啊 啊 啊 阿表哥 这是我女朋友 啊 真是抱歉真误啊 你一个收破烂的 何都何能能长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啊 我这喜欢收破烂的怎么了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你不是没有钱交保护费吗 嗯 是的 哎呀 你女朋友长得挺漂亮 但是他陪我睡 一天一百 一个月 就是三千 怎么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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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阿表哥 我跟雪鲁要结婚呢 哦 你吗 你一个收破烂的 你没钱没车没房 养活自己的困难 你别怎么滚啊 你晚上终于过度了 该片都买不起 还影响干活 算给我不挺好的吗 可惜吧 你说是不是 阿表哥 你别激怒我媳妇 不然 我会跟你激的 怎么 你要跟我急啊 他都来跟我急啊 好 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拿把刀 朝我头上砍 你今天要是不敢砍 你他妈就是个钻子 来 我借你个胆子砍我 今天你要是不敢砍 你他妈就是钻子 我只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你别逼我 就逼你怎么了 你要是没走啊 就把女人让给我 等我玩你了 可以卖到KTV啊 去陪酒 一个月啊 还能挣上好几万 比你说破烂 强多了 就是啊 黑子缸子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走 是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们别过分了 怎么 你还要给我动手啊 风云 今天欺人太甚 你就是个收破烂的神祸 老子就欺负你怎么了 给我上 去哪啊 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快点走 为什么报警了 什么 报警 这是我的地盘 你报警试试 试试试试 妈的 你非要出我地理是吗 你放开我 妈的 你非要出我地理是吗 你放开我 混蛋 放开他 啊 好高 妈的 你敢打脑子 给我弄死他 别打 别打 别打他 别打 我求求你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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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开 我去你妈的 小妞好看是真好看 越看越好看 以后你就乖乖做我的女人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碰我 你要是不愿意 老子就强壮了 你们这些混蛋 我死都脱开的 看来你是想试试 我东街操狗的手段啊 黑子缸子 把他给我带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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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老子一百种姿势征服他 是 是 你不要放开我 我把十零天 你不要放开我 我把十零天 真烦人 把他嘴给我堵上 走 哈哈哈 哎 小花 怎么回事 怎么会打成这样子 这些人太坏了 小军 小军 你怎么了 小军 你怎么了 醒醒 小军 你醒醒了小军 小军 小军怎么了 小荣呢 小荣 他给你被封印那个王八蛋给带走了 我要去救他 小军 到底怎么了 封印准备会把雪荣带走了 封印 带了几个问我找我要保护费 我没钱 他就打了我 还把雪荣给带走了 什么 我原怎么能这么混蛋 我要去杀了爸 你等着 爸 之前我什么都敌你的 这一次 他伤害了雪荣 我一定要杀了他 你冷静 他也是跟老大混的 我们上官几百人抢了些亡秘之徒 你去救宿死 我不管 谁杀了雪荣 就咱死 我要跟他拼了 你这妈的你真不夸辞 我不怕 雪荣静静止去跟我一起 如果我保护不了他 我要算什么男人 好小子 你有种 你跟老子走 跟老子走 上去 你把他拼了 你给我走 走啊 爸 你放开我 我要去救雪荣 你给我等着 今天 我一定把你老婆给你救出来 爸 我知道你老是芭蕉怕人事 但雪荣 是清廷大小姐 跟我在一起 我绝对不能让她出事 原谅我的不孝了 我 战刀啊战刀 十年前我说好了退出江湖 分刀不用 但是今日我而有事 这条亡命江湖路 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 我也得去 希望你再助我一臂之力 咱俩就像当年一样 从街头砍到街尾 小军 走啊 军 不好 这小兔崽子一个人去了 他得吃亏啊 我是一直来自北法的 啊 南哥唱歌 咱妈妈午夜的 瓜也都 南哥他们 啊 南哥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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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郎哥 郎哥 大方 哎 怎么回事 郎哥 是这样子的 我表弟他老婆 长得特漂亮 我专门把他抓过来 孝敬给您的 是吗 你妈这么懂事 真是 肤白貌美 胸大 脆腸呀 看起来轻喘 真是极品啊 来 给我把后面空出来 老子要为你可战斗 来吧 来吧郎哥 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你的郎姓 来吧 这辈子要我选一种死法呀 我愿意死在美女身上 你别说我 妈的 你敢惹老子生气 是不是要禁食一下老子的手段 你信不信我 牵一只大脏毛来刺厚你啊 妈 给我把他拖过去 干住了 好了 郎哥 撞开我 你们还真的干什么 拉过去按了呀 撞开我 撞开我 吴 吴 吴 我把他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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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拖过去 我把他拖过去 nord 你说什么 离 Nam 自 beauty 行 是的 她目的是teenth 手播 而且是天主龙女的幕后大佬 你要是擔作我 他会杀了你的 我好吧 哎呀 哎呀 龙门大佬 这个天都的 笑呀我 爸爸 哎在郎哥 你之前说这牛 什么来的 他呀 就我表弟老婆 哈哈哈 你表弟干嘛了呀 她有一個臭收破爛的 笑死我了 一個收破爛的女人 說自己是天租守護前妻 你老子跟你一樣是嗎 那麼好險 你不見 我可以給他罵打電話 你真的當老子是個成功呢 打電話讓你報警啊 雖然啊我也無怕報警 但我平時都給你希望了 哎 按好了 我親自做當一次 單機主角給你們看 老哥 我非常期待 你這股狼性按著 啊 哈哈 哈哈 我讓你忘了我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啦啦啦啦啦啦ыч 呀呀 四哥 媽的 你他媽誰啊 郎哥 這就是我那個收破爛的表弟 媽的 你就是那個收破爛的 對 這小子啊 從小的膽小怕事 而且還懦弱 媽的 現在一個膽小怕事弱的樓椅 都會強闖老子殘老的底盤 你是真不知道老子喜歡吃的人肉包子這件事 趕緊放了血肉 否則 我會跟你們拼命的 什麼 你要跟老子拼命 我好怕 哎呀 老子出道十年 打過幾百次駕 還給我上千刀 連忘記了老子的頭臺 老子被判你欺命 來 老子要看看你怎麼拼命 等等郎哥 像這種小螞蟻 不值得你動手 交給我就好了 行 交給你了 把他雙手雙腳給我打斷 我要把他手腳 丟到胡宰場去販賣 好的 郎哥 搞死黑子 給我幹他 是 是 唉喃 你 怎麼拼命 他師父 ppo 他為人 我把他 你 好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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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我把你們都滅了 媽的 壹群廢 人家說破爛的都看不夠 來了 你們上 是爛的 小子 是你自己跪下受死 還是我來 老子跟你拼了 我 好 好 好 齊柔 別怕 有我在 不會有那麼傷害你的 哈哈 你自己都死到臨頭了 還對你說大話 你這麼吹牛逼 老子今天就當著你的臉 玩弄你的女人 給我安靜好 啊 不好 啊 啊 老子要衝突江湖 海上老三老三 去洪山會所 廢戶相傳 你別他們問了 老三是不是欺負了 趕緊站 媽的 小子 小子 死去洪山會 我現在不想吃啦 有義行嗎 沒有 有義行嗎 小子 是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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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這隻 他快撐了你的 這個時候 就算你爸生育晃那裡也沒有用 腦子現著啊 就算這頭牛就嘴杰難不得 哎哦好了好了也沒有站著 啊啊哈哈哈哈 你他媽在公司啊 啊啊啊 你他媽是在救我死 我趴著 他媽又是誰呀 郎哥 他就是那個壞小子的爹 臭半生的廢物 現在江湖都成小兒了 什麼小魚小家就敢貼著刀出來砍人了 爸 你怎麼來了 小兒子他們欺負你老子怎麼可能不來 這不是板轉是打架 你別那麼打傷怎麼辦 趕緊走 走啊 你說這樣來就沒罵 是老子一發心一發 你要把你帶大的 你要是出什麼事 我怎麼跟你媽交代 不是 別說了 有老子在的地方 絕不允許任何人欺負你 文遠 你就是個兔子 你連你帝西都綁架 連你不要緊就欺負 啊 啊 你叫這 你他媽少給我沾身帶住了 你家一個石頭破爛的 一個翻磚的 老子他媽給你講什麼情面啊 不講情面是吧 好啊 那老子今天就拿你開刀 不講情面是吧 好啊 那老子今天就拿你開刀 哈哈哈 李江菜 你吹什麼牛呢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這可是紅山會所飛虎社團 天都九大地下設立之一 來就趕緊回去搬你的磚吧 不然 我怕你把小命交代的事了 放人狗屁 你這是什麼地方呢 既然來了這裡 別想吐啊 是是是 南哥你弄死他吧 我我沒有意見 老傢伙 自己把自己手砍吧 我就留你一條狗屁滾回去 否則 我就把你 和你兒子 砍成肉泥 拿去餵狗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你算個什麼東西 老子闖到江湖 從街坡砍到切尾的時候 你還在你媽肚子裡喝尿吧 老子東西 你真是做死了 你應該助老子命靈 老子今天不把你送到房去 算老子扳困 來啊 是是 給我投了這老東西 爸 你趕緊走 我替你擋著 兒子 別擔心你老子了 別擔心你老子了 有老子在 老子就是你的屠子 永遠都會保護你 你到後面好好看見 看老子今天怎麼收拾這幫欺負你的臭相 你到後面好好看見 看老子今天怎麼收拾這幫欺負你的臭相 你跟我收 你弄死了 小心 小心 赶紧给我第二个人来三个 有人闹事 你 你 立刻 帮我二姐夫 我的 我帮你做成八块 立刻 帮我二姐夫 我帮你做成八块 就我帮你做成八块 你今天得罪的是废虎差韩吗 废虎乃 八块 就在是楼门 是他乔滚完的都不行 你要吗 帮我二姐夫脑子走人 我今天踏灭这里 这一日子你还想走不了 楼上的兄弟马上就弄 看你 收拾那个老东西 我拿给你做了你 没什么闹事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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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废了他 放心吧老闆 趕快咱们红三会所闹 必然让他跑不出去 儿子别怕 有老子在 今天必须让你和你媳妇安全出去 我不怕 今天就和你媳妇的屁 好小子 看来老子到处不该退出江湖呀 应该带你好好闯一闯 不过也不啊 过了今天 老子就让你坐龙头 老东西 还能跟他吃牛呢 就你的鼓吊扎的玩意 还他们龙头 别别怕 就开 坐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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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春花風雨 老我 不 咱們家陪著 老東西 老子今天看你怎麼死 別說 先給我廢了他的手腳 老大 我們來了 老大 我們來了 你們他媽又是誰呀 啊 感動我老大 老子叫你老子開花 老大你怎麼樣 那個死不了 小金你怎麼樣 哇 我還行 死不了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大 這些混蛋敢動我兒子 今天 你們給我打斷他們的手腳 踏平著你 什麼 踏平著你 聽你們幾個 弄贏啊 你們也不出去打聽打聽 這裡是真的那盤啊 小子 你他媽才出鬧幾年呢 當年我們七沙邦四大天王 從街頭看到地位的時候 你小在這才看到哭吧 什麼 你們是七沙邦四大天王 還算你小子有點眼淚 還知道我們四大天王的微娘 那麼就如何 你要知道 你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已經不是十年前的江湖了 現在是廢虎四大天王的天下 哼哼哼哼 我隱退 天下是你們的 我出來 就是老子的天下 給我殺 殺 你 威嚇 可惡 呃 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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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王八蛋 趕緊 趕緊救我呀 小子 趕緊放我老公 不讓我殺死 放開我 你在找死 哎 老公你別怕我會保護好你的 怎麼想跑啊 怎麼想跑啊 我告訴你 你動了我 就是動了肥火上臺 我可是不會放過你的 看來你是真不知道 當年地下世界四大天王的脾氣呀 老子是受你威脅的人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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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你下半輩子要坐在輪椅上過了 兒子 小柔 我們走吧 嗯 爸 今天的事情 你把他弄出來的 把他給我砍了 別別別別啊 老弟 姑姑 我們是親戚 我們是親戚啊 親戚 你忘記找我收保護費的時候 怎麼跟我說的了 我這種說話辣的 根本不配做你的親戚 什麼 他是這麼說的 那就廢了他 沒沒沒沒沒 姑姑 我知道錯了 你你救他 看到 姑姑的面子他 饒我一次吧 看你姑姑的面子 當初親戚嫁給我的時候 你們分家全組反對 後來甚至逼得他出走 你不跟我講幾遍 那我還認你是什麼親戚 如果 你們今天要敢動我的話 我們分家 什麼會放過你們的 好啊 那我今天就動你了 讓他們來找我 啊 啊 兒子我們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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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今天就動你了 讓他們來找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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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我們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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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二 老四 今天辛苦你們了 你們先回去吧 回去 回去 你回去幹嘛 你不是說帶我們一起重出江湖嗎 嗨 你從得讓我先回去好好思考一下該怎麼弄嗎 這重出江湖又不是上街隨便遛打一圈嗎 行 那我們回去等你 好 老大 你不得小心啊 今天咱們把飛虎色團的盤子給踩了 飛天虎不會散罷甘休的 我明白 老大 你孩子有需要 你跟我們打個話 怪怕怕誰 拼的就是 好 咱們兄弟之間不用多說 頭可斷血可流 咱們兄弟長長久久 是吧 好了 那我們先回去了 回頭見 老大 回頭見 好 好 兒子 咱們先走吧 好 爸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 提著刀就跟社團幹 你們出生之前 在天都的地下世界 有一個傳奇 人稱沙王 帶領著七沙幫 神黨沙神 魔黨沙魔 那個人 就是我 啊 如果你是沙王 又怎麼會在工地上搬磚呢 如果你是沙王 如果你是沙王 又怎麼會在工地搬磚呢 啊 因為你媽呀 想過平靜的生活 想讓我退出江湖 可是我不願意拋棄兄弟 沒答應 沒想到 她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再也沒回來 我覺得 是我對不起她呀 於是 就分刀退出 日漸沉沦了 我媽 嗯 我好像沒什麼印象 你當然沒印象 你媽離家出走的時候 你還在牆寶之中呢 靠 這麼可能嗎 我還在牆寶之中 她就走了 不能怪她 她本是分家的大小姐 我就是一個混子 她重判清理和我在一起 可是 我卻沒能給她一個安穩的港灣呀 她是對我失望了 可 可再怎麼樣 她連她自己兒子都不管 這就不對 行了你別怪你媽了 咱們還是好好想想 接下來怎麼應對 飛虎社團的怒火復仇吧 還能怎麼樣 來了就跟他們拼了 停 哪有那麼容易 如今的飛虎社團有幾千人 他們的老大飛天虎 那可是從監獄裡面看出來的狂人 在天都的狠人排行榜 拍前十的角色 那還能怎麼辦 那還能怎麼辦 要不 我回去找我爸爸 在天都的地下世界 沒有羅門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 你露臉了 你爸就不通意我們在一起了 啊 那該怎麼辦啊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把殺王這個老東西給我幹掉 是 走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把殺王這個老東西給我幹掉 是 走 我想到一個人 也許能幫我們 誰啊 以前 我有個拜把子的兄弟 叫過江龍 據說 他現在是地下世界的第二把交椅 我打個電話給他 喂 誰啊 阿鲁 我 殺王 殺王 李江山 啊 是我 你不是退出江湖去工地搬抓了嗎 找我什麼事啊 是有些事 這最近啊 我兒子不是因為一些事 招惹了飛虎社團嗎 我想請你幫個忙 出面 做個化石人 化解一下恩怨 你想找我 幫你找飛虎社團 你瞭解啊 是啊 我這不想了想 咱們這幫老兄弟裡面 也就你能跟飛虎社團說上話 我是能和飛虎社團說得上話 可我憑什麼幫你啊 憑你不要臉嗎 你他媽現在就是一個臭搬磚呢 以後沒事別給我打電話 我的老呢砍死你 媽 擦 這他媽還拜靶子的兄弟呢 這他媽豬狗不如 媽 爸 不要求別人了 乾脆咱們搬家 躲外地去吧 走到飛虎社團 想躲到兩方 惹到飛虎社團 你還能躲得了嗎 吳哥 就是他砍了咱們的人 這世界變了嗎 啊 一個工地搬磚的 都敢隨意提早砍人啊 我只想老老實實的搬磚 你們不要逼我 還他媽在這兒囂張啊 啊 老子今天就逼你了 上湖 是 來 把他按著 先砍兩根手指導讓老子看看 好多溫哥 你們敢跟我試試 樓宜也敢拿上去 滾開 找死 媽還敢還手 給我幹死他 上 老傢伙還真能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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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哼 哈哈 啊 啊 爸爸 還有這個小崽子 給老的一起廢喔 老子跟你們拼了 啊 老子跟你们拼了 不是 你怎么也配跟老子拼 老子今天不把你们父子俩做成肉酱 老子就不叫独无辜 杀 他不认了小心啊 小君 小君小君 你们都别打都别打了 大哥我求求你让你们住手吧 我求求你了 不要 真是小妞长得不错呀 要不他们打着 我们到屋里玩玩 放开了 不然玩开心了 就让他们住手啊 不要 你已经成功了勾起了哥的兴趣 怎么能说不要呢 啊来吧 咱也来点雨水之花啊 还有他们住住信 我怕是龙门大佬离去 你别怕我 你真是笑死老子了 龙门大佬的女儿 怎么可能跟这种捡破烂的住在这种破烂屋子里 你过来吧 你过来吧 别早看啊 来呀 我们听就怕了 你 你谁呀 都给老子住手 就给老子住手 你不是覺得跟那個破爛小子有安全的 能幸福嗎 怎麼被人欺負成這樣 只能瞪著眼睛哭 你幫我小心吧 幫他 你個說破爛的 帶我女兒私奔 就想找到算帳的 還指望我幫他 我求求你了 你幫幫他了 他會被打死了 好吧 只要他答應給你分手 與你在我聯繫 就幫他一把 小子 怎麼樣 答應嗎 我是不會跟雪柔分手的 所以 你想被他們打死 就算被打死 我也不會放棄雪柔的 你看到了 不是我們救他 是他自己多死 好 只要你肯碰他 我答應你 肯定會再 我剛才也不想做 雪柔 小君 算了吧 我爸說的對 你就是一個解破爛的 你給不了我幸福感和安全感 我對你太熟了 我們各自安好吧 我不答應 我知道你是為了救我 但我不怕死 雪柔 你不怕死 看你爸呢 你就忍心 忍心多了你爸嗎 好 我不答應 我知道你是回來救我 但我不怕死 雪柔 雪柔 你不怕死 那你爸呢 你就忍心 忍心多了你爸嗎 好啊 好爛小子 以後我女兒根本不配 還是放棄幻想吧 還有你們 欺負了我女兒 跪下自斷一手 然後滾 讓你們不死 你怎麼這麼狂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不管你是誰 在天堵 我說話就是王法 我操 你有幾個臭錢 你了不起是吧 啊 怎麼跟我烏公哥說話呢 看完 就讓他好好認識認識我 幹活吧 吃 老東西 還不跪下給我烏公哥道歉 請問我同人兩道 滾 媽的 你敢吼我 我先吼著你 我敢 樓宇之輩也敢吼我 老爸 可以 做我 敢出天野利盟 殺無事 還有這隻樓椅 都一併收拾吧 是老闆 老東西 我告訴你 老的是跟魔王趙江的 你要是敢中了 小心江哥分分鐘挖坑埋了你 什麼 你跟趙江呢 你也知道江哥吧 那你還不趕緊跪下 給老子道歉 再拿一百萬作為陪卡 否則 我一個電話打給江哥 把你們全家都給埋了 媽的 找死 等等 他說他能喊來趙江說說話 給他個機會 看他能不能把趙江叫 是 你靠山不是趙江嗎 喜歡埋人 你打電話把他叫來 埋我士 你靠山不是趙江嗎 喜歡埋人 你打電話把他叫來 埋我士 你怎麼狂的不知道天高 在地後啊 竟然可藐視江哥 行 你打他 我現在一個電話打給江哥 看看怎麼埋你 喂 江哥嗎 我士徒巫孤 對 是这样 这有个人啊 他挣着自己有钱 带了两个保镖在这骂你呢 他不把你放在爷爷里 说你要来了就弄死你 那行 好 你等 姜哥马上就到 好 我等着 你大概是不知道魔王这个名号怎么来的 你要是知道了 傻妞 你是说五年前 有人砸天上人烟的场子 赵江一人对三十多人 身中数百招不死 所以江湖上都叫他魔王 你既然知道江湖的力 那你还敢在这儿作 等赵江来了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敢作死 很好 我等着 爸 这些人差点保护了 你不能放过他们 放心吧 管他是谁 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谁他妈的说要弄死我呀 江湖 江湖 您来了 谁他妈说要弄死我呀 江湖 您来了 就是这个爆发户 他仗着自己有钱 竟敢随即在这儿藐视你 妈的 敢藐视我 老子今天就活来他 老子今天就活来他 天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 你要活买我 不不不不 不敢呢 我昨天吃了雄心包子的 我也不敢对您不敬呢 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哎 江湖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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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谁呀 傻逼东西 你连天赫都不认识 天都首富 卢门的幕后大佬 我的大哥 你个傻逼 他 他是卢门老大天爷 他是您的大哥 傻逼东西 我还会说错呀 不不 江湖 您说的都是对的 你不是说 把赵江叫来要我的命吗 我等他 傻逼东西 怎么跟我老大说话的 天爷 天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有眼无珠 曾经饶了我吧 你大概不知道我的形式风格 从路撩人 小江 是 知道怎么办 知道了 我会找个好的地方 把你安葬了 不 江哥 我可是你小弟 那你从生入死啊 江哥 你还知道是我小弟啊 那你连我老爸你都该惹 江哥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江哥 都他 就他 都是他 都是他惹出来的 是 他是什么事了 他和三胖 去找这个瘦破烂的小子 收保护费 还想缠结人家女朋友 这没想到是天爷的女儿 秦银元你也敢动 老爷妈一匹给包了 江哥饶命了 江哥饶命了 无错了江哥 让他做了 别人知道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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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赵江 不要在这个破棍子里扎人 再到别的地方处理了 是 是 把这俩 搞到后台树林去 是 要命啊江哥 江哥 快来江哥 救命啊江哥 江哥 救命啊 秦银 还有什么吩咐吗 来呢 是 秦银 秦银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了 你去吧 是 哈喽小哥 不要再来找我女儿 否则下次被拖击处理了 就是你和你老子 走吧 我走了 熊柔 我会来找你的 你敢来找 你不杀你全家 我就不是龙王林天 走 等等 干什么 我知道 你明天有钱 龙门是大 可是你什么都不缺了 我们都是做父亲的 我希望你 能成全两个孩子 什么 你要我成全 你也不撒罢 你我盗扰你自己 进了狗窝一样的地方 你被拒绝女儿 小东西 看好你的孩子 否则你一不小心 发现的就是她的黑衣 走 雪龙 小军 雪龙 雪龙 是爸没有无前无事 被人瞧不起 连你的媳妇都保不住 爸 我不怪你 我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把雪龙取回来的 荒谬 你个瘦破烂烂 竟敢硬钢天东首部 龙门大佬 你是不是活够了 荒谬 你个瘦破烂烂的 竟敢硬钢天东首部 龙门大佬 你是活够了 啊 大姐 你们怎么来了 你儿子干的好事 还问我们 小军做什么了 他得罪了林家 天都商会 最后打压我们李家 现在我要代表李家 将你们父子 拙出家门 对 还有这房子 也一群给收了 你们父子俩 给我睡大街去 啊 大姐 你们不能这样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你给了我们李家闯祸 还怪我们落井下石 就是 当初你可以在巅峰之上的人 去为了那个贱人 退出江湖 去工地打工 现在 活该的落烂 你这个不生气的玩意儿 自己滚出去 去大街 神后 老爷和少主 就住在这栋楼里 这么差的楼 是平民区吧 这一带 都是出租屋 我知道了 你们就近等着 我去看看 你们就近等着 我去看看 神后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我和他们父子俩 多年不见 平常点好 不要惊扰到他们 是 是 你们父子俩 还不赶快滚出我的房子 否则 别怪我 放狗来咬 啊 你不能这么绝情 绝情 你为了个女人 丢了我们李家的脸 还怪我绝情 别说了 不想被勾咬 给我滚 就是 赶紧滚 赶紧滚 怎么就得找死 你谁呀 你 你是亲我 老公 你受苦了 你真的是亲我 你还活着 我当然还活着 我只是离家出走了 难道就会死了 我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这是 这是我们儿子吗 小军 救妈呀 一个强宝之中 去抛弃我的女人 不配当我妈 一个强宝之中 去抛弃我的女人 不配当我妈 小军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妈妈这次回来 会千倍万倍的补偿你们夫子的 你曾经觉得我爸 打打杀杀 没安全感 离开他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当初我赌气 李家出走 误打误撞进了战场 神父重伤失忆 最近痊愈了他想起你们父子 那正好 他父子俩 你被我捉出李家 赶紧的带他们滚蛋吧 老爷子 我劝你立刻收回这句话 收回 你是在威胁我 我要是不收回呢 不收回 你就承受毁灭的代价 真是吃有吃理 你一个背静离乡的女人 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打出去 就把你抓了 哦 你还有这本事呢 你不信 要不我让你看看 可以 那你就让我看看吧 这可是你自己做死 你怪不得我们 爸 你别跟秦武计较 他毕竟只是个女人啊 秦武 你快跟爸道歉呀 就他 也陪让我道歉 你在说什么呀 现在李家今非昔比了 三弟还在治安所当差 你要是不道歉 真会把你抓了呀 就他 也陪让我道歉 你在说什么呀 现在李家今非昔比了 三弟还在治安所当差 你要是不道歉 真会把你抓了呀 原来如此 难怪他说话这么老气横丘 也该入土为安了 很好 既然你要硬杠我们李家 我就叫你万俊不夫 老三 赶紧带人过来 你那个李家处处的大嫂回来了 找我麻烦 好 好 你等着 等你被靠上了手铐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好意思 忘了告诉你 打给我戴手铐的人还没出声 嘿嘿 继续催吧 等一下别尿死了裤子就行 哎呀秦武 你怎么这么倔呀 你不是跟你说了吗 李家现在有点背景 遇有不起 你赶紧给爸道歉 放心老狗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小军 这天下 无人敢欺你们 别吹牛了 你这个样子 看一眼就知道你什么能耐了 还吹什么呀 没事 继续催吧 等李千来了 他就知道厉害了 那个剑嘴员在哪 赶紧会滚出来 那个剑嘴员在哪 赶紧会滚出来 老三 你来哪 赶紧跑上大嫂 奉卿武 你真不知子字怎么写 当初你离家出走 拜我李家名声 将来又回来找我李家麻烦 我只是回来接我老公和儿子 并没有找李家麻烦 没找 你刚才的态度不是很嚣张吗 根本没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 我确实没有把李家放在眼里 毕竟 如果我真的要跟李家计较的话 下一秒 李家就得从天都消失 真是狂 竟敢说让我们李家消失 看来我不把你带回去好好支持你 你这狂点兵又会发作 来人 队长 把这个女人给我靠了 带回去 是 老三 既然我她不懂事 你就原谅她这次吧 我 我带她向你道歉 滚开 再敢阻拦我 连你一起抓 信不信 找死 找死 再敢阻拦我 连你一起抓 信不信 找死 妈 还敢嚣张 赶紧我带回去 谁敢动手试试 你他妈谁啊 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 但你要敢动眼前的人 你的死期就到了 哼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你 而是事实 神后 说吧 该如何处置李家 李家无德 不如经商 先让李家破个产吧 是 神后 哈哈哈哈 你们真他妈有意思 眼睛眼上眼的是吧 还叫神后 还让我李家破产 你以为你是天都总督吗 你可能不知道 就算天都总督来了 也得跟我跪着说话 哈哈 你这是笑死老子了 你是穷疯了吧 连这种牛都吹得出来 回神后 你已经安排妥当 好 怎么 你还真打了一个电话 让我李家破产 帅我解释的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要不 你等着试试 行啊 老子就等着 今天你要让我李家破不了产 老子让你把牢里掉穿 今天你要让我李家破不了产 老子让你把牢里掉穿 可以 秦武 你能不能不要再刚了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 他们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 爸 你就别劝他了 他这种人 爱慕虚荣 李家出走 一无所有 还爱吹牛 有他没他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方秦武 可悲吗 连你儿子都不认你了 还在这里跟我装逼 老三 别跟他废话 自己抓走再说 爸 不要急 猫抓老鼠 乐趣就在慢慢玩 他不说 有能量让我们李家破产吗 我就想看看 脸砸肿了 还好玩 赶紧呢 我也等着破产了 咱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请的居然还没有到位 你就等着吧 安排下去 总得要几分钟的 行啊 老子就等你几分钟 看你怎么狡辩 你很快就会看到 不急 老子可没有耐心陪你玩 最后给你三秒 我数到三 没有动静 立马抓人 一 二 什么事 你说什么 怎么回 一 二 什么事 你说什么 怎么回 爆 怎么了 上回的刘会长来电话 今日起 将在天独封杀我们李家的一切业务 他有说为什么吗 他说 借了一个神秘大佬的指令 要把我们李家从天独抹去 啊 神秘大佬指令 难道你真的有来头 你觉得呢 你一个剖呼气子的女人 如何来的能量 难道这些年 你在外面飞翁腾倒了 还行吧 想有成就 好吧 你要明白 有钱有权是两回事 你马上打个电话 让上回那边放过我家里面 我今天 就放过 不住啊你了 怎么样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的人就在这里 只要把你抓回去 无论你有再多钱 这边给你安排个罪名 就能让你家破人亡 是吗 你竟如此可恶 无法无天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妥协 还是硬钢 天高 朕 朕 朕是多死了 敢打我 给我抓起来 天高 朕 朕是多死了 敢打我 给我抓起来 是 啊 楼椅之辈也敢妄动 我告诉你 你这是袭警 我马上让通讯队来抓你 判你死刑 行啊 你让通讯队的来抓我试试 行 你等着 喂 赵队长吗 这里有人袭警 赶紧的 我看着他们 哼 你们完了 等特训队一到 立马就逮捕你们 送你们到黑暗监狱去 然后 要我杀了他们 王者之剑不斩蝼蚁 且看他表演吧 是 哈哈 还在演戏 你们是有点钱 就忘了所以 不知道特训队比较厉害吧 特训队 可是专门抓捕 重大案犯 真是恐怖分子的 只要敢反抗 就立马击觅 哇 我好怕呀 怕了吧 马上给商会打个电话 放过我们李江 然后跪下 我还可以考虑 帮你们说说情 秦武啊 你快给老三道个歉啊 这袭警是重罪要出大事的 你当初还不是劝我要退出江湖 不要意气用事 你现在怎么也拎不清呢 放心吧老高 天塌下来有我呢 哈哈哈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一会儿你就得跪下来求我 我求你 你个贱人 就算赚点钱 有点商会的关系 也是都爆发户 老子吃的可是黄粮 背我背的是枪杆子 我求你 我说的话 很多人都不信 但是后来都很惨 你也不例外 很好 我们就看水惨 好啊 我等着 赶紧给我包围起来 赵队长 你可来了 赶紧把这两个吸引分子抓起来 你们谁骑警啊 是我 怎么了 这么狂 还敢承认 来来 给我抓起来 赶紧反抗 放场激励 你们抓了 试试 赶紧反抗 放场激励 你们抓了试试 天康令 您 您是天康战神 你觉得 还有谁敢用假律吗 非知赵有为 非怪万死 冒犯天康战神 请天康战神问罪 赵队长 你没搞错吧 就他这样 也是战神 你别被一个冒犯货给骗了 放眼狗片 敢说天康战神是冒充的 真有可能啊 赵队长 一块令牌而已 地摊上几块钱一口袋 我家里还几个呢 真是个蠢货啊 按大地律法 冒充战神者 服务全社 是你你敢冒充啊 难道 他真是战神 怎么可能 他能战神 怎么会对一个发发户 文明是从 发发户 谁啊 他 本来只是一个 他为妻子 离家出走的一个农夫 这不 突然挣了点钱回来 别的不放在眼里了 你说 天康战神 对他唯靡是错 是 天康战神 请问这位是 天康战神 请问这位是 你还不配知道 是是是 那请问天康战神 大驾光临天都 是有什么指示呢 神后 请问该如何处置 神后 神后 神后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就别问 是是是 请神后示下 死人在治安队 无法无天 祸国殃民 拿下大驭问罪吧 听见了吗 是 我来给我拿下 奉行我 阿姑 大嫂 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不能抓我 你们李家飞黄腾达 让我老公和儿子住出租屋 还要赶他们出去 也敢和我说是一家人 这不关我事 我爸家主 都是他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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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要抓我 是谁的主意啊 对不起大嫂 是我永远无毒 这次你放过我 我一定粉着碎骨相报 你以为我会在乎 一条狗的姚维起怜吗 祸国殃民之辈 给我抓出去 祸国殃民之辈 给我抓出去 爸 救我 爸 救我 能不能看着我这个老头子的份上 放李全一马 老公 你觉得可以放吗 江山 爸求你 就算李全 有一万个不是 你们也是亲兄弟 好吧 谢谢你啊 谢谢大哥 谢谢大嫂 不能放 今天你们要是放了李家的人 这父母我都不认了 小军 好歹是你三叔 他也陪我喊三叔 刚才怎么逼得我们父子 把我们当狗一样看 赶我们走啊 小军 小军 都是爷爷的不是 爷爷一定改 一定会对你父子好的 不认识 不认识 我眼里根本没什么狗屁亲人 只有对我好的人 欺我者 刻苦迷心 记忆生 很好 不愧是我儿子 恩悦尊宁 既然这样 就灭了这李家吧 赶紧把人给我带走 不 是 轻盒战神 带走 爸 救我 爸 爸 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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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然后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什么吩咐了 把无关人等 我们都听出去吧 我要跟我老公 还有儿子好好聊聊天 是 都跟我关 是 是 正好 没有什么事 那我也先告退了 有事请吩咐 行 去吧 秦武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怎么这么大面子啊 我的身份不太方便说 但是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人 欺负你们父子 你们想要的生活 我都能给 你说真的 当然 那我问你 我要一百万 你有吗 你要一百万干什么 你别管我干什么 你有没有吗 别说一百万了 就算你要一个亿 都没问题 行 那你给我一个亿 我就原谅你 这些年对我们父子的 不问不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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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拿了这个 去找天都银行行行长 董千山 让他给你拿一个亿 你就拿了这个 去找天都银行行长董千山 让他给你拿一个亿 就拿这个东西 去找银行行长拿一个亿 你是想坑我过去挨顿打吧 去吧 要是你挨打了 以后别认我 行 幸福 幸福 你确定就拿这么个东西去银行要一个亿 不会被当成诈骗吗 放心 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坑自己儿子呀 啊 啊 反正我要出事 爸 你以后怎么都别搭理他了 嗯 你一个收破烂的 一个月赚几千块钱一样去我女儿 林叔叔 我会努力的 我早晚能做出一番事业 出人头地 给雪柔幸福的 哈哈哈哈 别白日做梦 很多人从出生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你但凡有一百万能靠自己买套房 我都高看你一眼 但你有这本人 我要是真的拿到一个亿 就可以直接去林家首付周雪柔了 先生您好 哎 郑主干什么呢 我来找董行长 你找董行长干什么 找他取点钱 就你 找董行长取钱 你是疯了吧 董行长什么身份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狗眼看人低啊 我告诉你 我只是来不及换点有钱人的行头 但我妈 可是有来头的 哼 你妈有来头 滚你妈的吧 赶紧管 不然就要喊保安赶你了 保安 保安 姚小姐 什么事 不知道哪里来的香包老 说要找我们行长要钱 赶紧把他赶走吧 找行长取钱 是个疯子吗 香包老 还不赶紧管 信不信告你个寻信姿势 抓你去坐牢啊 我没骗你们 我妈拿了张纸条给我 让我来找董行长拿钱的 不信 不信你们自己看 看见了吗 这就是个疯子 不知道哪里拿一张破纸条 就来找我们行长要钱 赶紧把他赶走吧 也不知道是他妈疯了 还是他疯了 先抓他去治安所再说 喂 要钱是吧 老子让你去治安所烂门药 我让你去治安所烂门药 你干什么 我妈可是真的有来头的 她可是什么 神后 你别乱来啊 神经干嘛还装心 还神后 啊 现在就是什么人都有了 竟然穷工到直接来找行长骗钱了 什么情况 行长行长 这里抓住了一个想要找你骗钱的疯子 把我骗钱 怎么回事 他拿了一张破纸条来 说要见行长您 找您要钱 要什么钱 你就是董先生吧 我妈说 你看见纸条就会赔我钱 我明白 他敢直呼董行长的名字 放开 真的 什么纸条 我看看 啊 啊 这纸条谁给你的 啊 谁给你这纸条 我妈 怎么了 对不起 是我怠慢了 你准备来 哎等等等等 小心您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你的意思是 是啊 我妈这张纸条真的有用 有用有用必须有用 行 既然有用 刚才这两个人 羞辱我 还冤枉我 你给我个脚带 混账 还不赶紧跟你说道歉 对不起李少 对不起李少 你刚才喊我小妈老的是不是 对不起李少 是我眼下了没有认出您 我不要你说对不起 我要你惩罚自己 打自己耳锅 啊 打 要我来吗 是是是对不起李少 对不起李少 是你刚才抓我还打了我 那我打你应该不过分吧 不 怎么样 挨打的滋味不错吧 一个保安 看门的 耍什么威风 随便动手打人 你明天飞过来 不要啊行长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呢 打李少这种事 是可以原谅的吗 李少 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你打了我 還要我原諒你 你把我當什麼人了 你真當我是老實人好欺負嗎 自己滾吧 李商 我 我還有房貸要還 你你就饒了我這一次吧 你也真是可憐 房貸都還不上 還瞧不起香馬老 動手打人 我該 董行長 好 我走吧 好好 這邊去 他是誰啊 你為什麼要對他這麼恭喜 別問了 待會我告訴你啊 哎對就這就這 沒事 好啊 李商 那個請問您是想要多少錢啊 我媽說 一個億 可以嗎 屎媽 一個億 屎媽 一個億 怎麼 不行嗎 行行行 您稍等 我馬上回覆一下你 哎 喂 馬上給我準備一張額度一個億的貴賓卡 密碼寫後面 從我辦公室來 嗯 好 嗯 李商 您稍等 已經安排好了 沒事沒事沒事 哎 李商 您結婚了嗎 還沒呢 怎麼 好 那我給您介紹一下 這是小女 董思雅 您看小女怎麼樣 願不願意跟小女 成就一段姻緣 什麼 爸 那我和他 怎麼了 跟李商不好嗎 李商一表人才的 啊 他這樣叫一表人才 他所有都不願意 啊 誰啊 跟我過來啊 你說好 爸 你說的是真的 那肯定啊 啊 謝謝 李商 我剛才和小女說過了 他願意 啊 對對對 我願意 李商 我剛才和小女說了 他願意 啊 對對對 我願意 我願意 不好意思啊 我有女朋友了 是嗎 那他誰啊 那可比你好看很多哦 不可能 他比我漂亮很多誰啊 天都首次千金 林雪柔 什麼 你女朋友是林雪柔 對了 那 那如果是林雪柔的話 我自賛心碎 嗯 行長一個一的資金已經準備好了 嗯 李商 嗯 您說好 行 那打擾董行長了 我先告辭了 哎 李商 怎麼了 加個微信可不可以啊 交個朋友 對不起啊 我不加我女朋友之外的女孩子 啊 為什麼呀 哎 我怕他們 打我的主意 哈哈 哎呀 如今我有一個億 可以去找雪柔 她爸肯定會答應我的吧 哎呀 如今我有一個億 可以去找雪柔 她爸肯定會答應我的吧 李小君 李小君是誰 一隻癞蛤蟆 癞蛤蟆 什麼意思 意思是個收破蠟的 還妄想娶我們家小姐 是嗎 這人得多不要臉才敢這麼想 喂 你說夠了沒有 說夠了讓開 我還去找雪柔 什麼 你還想進去 你是不知道天爺對你下了封殺令吧 我告訴你 你要再敢接近我們家小姐 我見你一次打你 還不趕緊滾 我告訴你 我媽回來了 我媽回來了 昨天我已經經非西補 你別惹我 你媽回來了 大公掙到錢了嗎 還讓你吹上了 大哥 趕他走 不走就揍他 是超哥 小子 你是自己滾 還是我趕緊走 住手 你幹什麼 住手 你幹什麼 這大小姐 沒你們的事 一邊去吧 是 小君 你怎麼又來了 雪柔 難道你沒想我嗎 小君 你趕緊走吧 要是被我爸發現了 你又來找我 他肯定會殺了你的 雪柔 為了你 我什麼都不怕 我知道 可是 我不希望你有事 我就希望你好好的 明白嗎 雪柔 你放心 這一次 我一定會讓你爸答應我們的 不可能 我爸壓根都看不上你 打死他都不會同意的 只要你願意 誰都無法阻止我們 我當然願意了 就算拋棄全世界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就算每天跟你出去收魄了 你停在家裡面 現在相信還未開心 那就行 你帶我去見你爸 我跟他好好聊聊 小君 你別傻了 這是不行的 我爸要是知道你來了 他真的會殺了你 天爺不好了 著急忙瘋子 出什麼事啊 那破爛小子 他又找上門來了 什麼 他又來了 是他他就在門外 那你為什麼不打斷他的腿 給我拖進來 我準備動手了 那 大小姐他出來了 豈有此理 既然他自己做了 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走我去廢了他 小君 你別說了 你你你趕緊走吧 我爸在家裡 要是他知道了 就完蛋了 血柔 你相信我 這一次 我一定會說服你爸的 不行 既然他對你有偏見 你是永遠不可能說服他的 他是對曾經那個說破爛的 李小君有偏見 屬性的李小君 已經不是那個說破爛的李小君了 你是誰他都不會同意我們在一起的 小君 你趕緊走吧 你要是被我爸發現了 我也管不懂你啊 來都來了 還想走啊 來都來了 還想走啊 爸他只是來看看我 我為什麼先走了 小君 小君 我也對你嚇過最後的你 你自己找死 就怪不得我 今天 我讓你見識下我的手段 有用 報警 你們今天誰要是敢動他 我又怎麼在這裡 你知道 壞我揮曲 沒有心不認我會殺了你的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那樣死在這 你們快要怎麼碰他 他現在只是來看看我的 不答應 跟他再無瓜葛 我才讓灶江放他一馬 敢對我失言 我不殺人隱會怎麼會 小君 你趕緊跟我媽道歉 要我自己走吧 我今天是來堂堂正正提親的 我是不會走的 什麼 你來提親 什麼 你來提親 你是不是說過 大凡我有一百萬 買個房子 你都會考慮我和雪柔在一起的 你的意思是 你有一百萬 你買的就 是 哈哈哈哈 還是 你是不是認得贏一百萬 可牛逼了 不是 我只是想證明 我為了能給雪柔幸福 有多努力 沒有 有用 你再怎麼努力 也就是個出口那兒的 你努力一輩子 也改變不了 你是個第三者 你是不是說 我和雪柔是真心相愛的 請你成就我們吧 有什麼要求 你可以提 什麼 你說我有要求可以提 你覺得我提的要求你能辦到嗎 也許能嗎 可以啊 你拿出一個意思來 你能拿出一個意思來 我要答應你 你說的真的嗎 還真的啊 你還真大有其次的 你知道一個意思多少嗎 我知道 活腳 你是真的瘋了 一個說不定的 敢說自己有一個意思 怎麼樣 這小子已經瘋了 給他做到這上面去吧 是的 自己看 火真的有一個意 火真的有一個意 夠了 大白天做什麼夢 你應該瘋了嗎 小君 我都跟你說了沒有 你還撒這種話 幹什麼 雪柔 為什麼你也不相信我 那我怎麼相信你 這大半年來 我天天跟你說破爛 每天就賺個幾十塊錢 你給你自己買件新衣服 你都不可 你說你有一個意 你知道為什麼嚇人了 小君你可以給銀行打電話 看我是不是在撒謊 你一馬在卡上面 小君 你醒醒吧 我知道你受了很重的打擊 但是仍然在現實了 我知道 我看見你這個樣子 我也很難過 我知道 你爸還在家裡走 我加油嗎 他回不了家了 他爸也永遠等不到他 可以嗎 動手吧 就到深深埋了 小君 靜陽 我沒騙你 我真的有一個意 你信我一次 咱給銀行客服握握 好 那我就替你打這個電話 讓你看清楚你自己 知道 你是不是還要維護他 他說他卡里有一個意 如果真的有我就跟他走 如果他沒有 我就再也不會維護他 他說他卡里有一個意 你如果真的有我就跟他走 如果他沒有 我就再也不會維護他 好 我讓你打 我讓你看著自己蠢到 被一個收破爛這樣糊塗了 小君 我問你 你是不是有撒謊 我沒有 是真的 好 如果你騙我 我們就二三一句 三五話可 一個收破爛的 能有一個意 也有只有你這樣 傻子才會信 你好 請你幫我查一下 卡號為七個九三個六 英文卡的預額 你好 我已經查到當年的卡號 我認為你一個正 什麼 真有意 是啊 正正一個一 怎麼樣 沒騙你吧 是正要一個一吧 你哪有那麼多錢的啊 這你就別管了 反正有這麼多錢就行了 怎麼樣 現在可以答應我和雪柔了吧 怎麼樣 現在可以答應我和雪柔了吧 你這張銀行卡 這從哪兒偷來的 偷來的銀行卡 還有木馬嗎 而且後面也是我的名字 無論如何 我也不是相信一個收破爛的 能有一個億 我不管 你說了我要能拿出一個億 就答應我和雪柔的 你不能反悔 我要反悔呢 你能把我怎麼樣 如果你的一個億來歷不明 就算你真有一個億 但我天都臨家面積算不屁 你不知 我是天都首富 誰愛給你身家 小君 你這個錢 是不是犯法得來的呀 你不信你可以打電話 要治安官來查 看我有沒有辦法 那你哪來這麼多錢啊 我媽給我的 你媽 你媽不是在你小時候 就離家出走 沒有消息了吧 她回來了 我有些本事 一個包夫妻子的女人 能有什麼呢 我媽是真的有本事 連天都商會都得給她面子 天都商會算個屁 我一句話 能讓整個天都商會色色發的 能讓天都商會給面子 就牛逼了 小子 我看來你能拿出一個億的份 且不管這錢來路 你還算有點 我放你一馬 自己滾吧 你好歹也是天都首富 龍門大老 什麼的鴨無信 你還知道我是天都首富龍門大老 那你知道 我能讓一個人有多少種死法 我媽是真的有實力的 我可以給學友禁服 你媽有實力是吧 那就把你媽喊來 讓我見識見識她的實力 如果她的實力 能夠壓過我龍門一頭 我就答應你 我告訴你 我媽可是神後 連戰神都得聽她的 哈哈哈哈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什麼神後 還戰神都知道 真是可笑 你不信就算了 我現在就喊我媽過來給你看看 行 你趕緊喊 讓我看看神後是什麼樣子 好 你給我等著 我 我好像問你留我媽電話了 你等著 我去喊了她就過來找你 好我等著 好 雪蓉等我 我告訴過你了 你和這個破案想不可能的 放棄幻想吧 如果她媽真的有實力呢 她媽再有實力 能和天都總督比嗎 總督跟我說了 這兩天 總督公子 海外留學歸來 都在林家提親 這兩天 都在林家提親 我是不會嫁給總督公子的 你是不是蠢呢 天都總督 全使得天 我林家 不能和總督府聯姻 這就如武千億 即是如華 我才不要什麼如華 我想跟我喜歡的人在一起 這可由不得你 啊 小姐帶進去 等總督公子上門提親 是 走 小姐請吧 我只能不會願意的 發生的 你還沒寄 ausge 你開那個 到處都是 哎 哎兒子回來了 苦力量了 拿到那一個月了嗎 拿到了 小事的屁 你那個屁 是什麼意思 之前 九大爸跟我说 只要我有一百万 他就答应我 结果 他反悔了 我拿了一个亿出来 他都不答应 他为什么不答应呀 你们俩是天都首富 有万亿家产 他敢瞧不上我们这一个亿 哎呀 我不觉得 我们家没背景 配不上他们 我没有福利 人家如此嚣张 敢瞧不起我儿子 你能压倒过林家吗 区区林家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你要是真心喜欢的女孩 帝皇大帝都做得不良 我是真心喜欢啊 雪茹对我好 又不嫌我受过烂 对我妈跟我吃苦 除了她我谁都不要她 你有这个心愿 我一定帮你达成的 哎 秦吴啊 你别冲动 那林天可是龙门大佬 这财大事后的 才惹不起啊 儿子有这么个心愿 就算是天王老子 我也得惹一惹 你放心吧 我先给我说 儿子你这样可不行 人靠衣装 靠安 你现在有钱了 赶紧去买两个新衣服 把自己的精神气势 补装一下 然后 咱们去林家 我帮你把媳妇娶回来 好 我现在就去 秦吴 你不会真的要带小君去林家吧 当然是真的呀 这些年呢 我对你们父子两块钱太多了 这次回来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会努力给你们的 多怪我当初不好 别说这些了 我给你煮饺子吃 你这个人犯了 立刻传我神后令 把世界银行行长给我喊来天都 让九大战神集结待命 服务员 拿两件名牌衣服过来 你 这不是李小军吗 哎 张峰 周燕 你没来买衣服吗 是啊 你也是啊 是啊 这一伙 初中毕业的多少年 听说 你今天说破烂 是吧 是啊 好 幸好他当初追我 我没答应他 不然啊 全天都的人都要笑话我 傻子也不会答应吧 老妈跟人跑了 老爹在工地搬砖 哪个女的瞎了眼会跟他呀 哈哈哈哈 是的 当时我看他长得挺帅的 还有点心动 结果我听说他才穷的要租房子住 吓得我立马打消了念头 差点 就成了一辈子的五点是吧 哈哈 我命好 没入坑 对了 廖天 你一个说破烂的 居然也来这里卖衣服 你难道不知道 这里是名牌专卖店 随便一件衣服 都要好几万吧 我有钱 关你屁事 什么 你有钱 一个说破烂的 居然也敢说自己有钱 你以为 你来这高档店赚一圈 你就是有钱人了 有本事啊 你给我买一件衣服试试 有本事啊 给我买一件衣服试试 张峰 你别为难他了 他就是进来 看一下 长长见识 怎么可能真买得起 几万块钱一件的衣服 我当然知道他买不起 他要是买得起 还会去捡破烂吗 我就想让他难堪 你羞辱我 却不知 我早已不是当时的我 我今天就让你真大狗眼 好好看看 服务员 先生 什么吩咐 把你们店里最贵的衣服拿来给我 最贵的衣服 得三十多万一件 只要合身 钱 无所谓 还在装逼 无人 你赶紧给他拿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 好的先生 先生 就是这一件 世界顶级大师设计的限量款 三十八万一件 我试试看合不合身 嗯 可以合身 买了 买了 你说买了就买了 钱呢 刷吧 他卡里肯定有钱 他卡里肯定有钱 我看他呀 是想车国务员刷卡的时候偷偷逃跑 我们可得看着他 破了个天 破了个天 怎么是不是没钱 不是是好多钱 是百千 一个亿 你说什么 他有一个亿 你眼睛没问题吧 真的有一个亿 我第一次欠这么多钱 脑子不信 个十 一个亿 他真有一个亿 什么 他说过来能收到一个亿 卧槽 还真是一个亿 哎真不好意思 这一个亿还只是我的零钱 说到零钱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随便花花的钱 你个说破烂的 你哪来这么多钱 如果我告诉你 我本来就是个超级富二代 只不过厌倦了别人的阿鱼奉承 故意装穷 说破烂呢 装穷说破烂 你电影看多了吧 就你这长相 一看就是个乡巴佬 还装穷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不是很有钱吗 你看服务员都伺候你半天了 你也买一件三十多万的衣服 给我看看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不是很有钱吗 你看服务员都伺候你半天了 你也买一件三十多万的衣服 给我看看 我为什么要买三十万一件的衣服 我又不喜欢这个款式 不喜欢 你是带着女人进来装逼 根本买不起吧 老子的实力还需要装嘛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在羞辱你 你难道听不出来吗 你要有钱你就买 可喜不喜欢没关系啊对吧 张峰赶紧买呀打他的脸 算了算了 没必要对说破烂的一半件事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这种话 原来你说你爸挖倒了精胖 是在骗我 你还不如李小军 周焱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小军比你好 小军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 我想了想 你才是那个拿真心对我好的男人 我们在一起吧 周焱 你这个贱人 你都跟老子睡了 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你别乱叫舌头 谁给你睡了 我喜欢的可是小军 小军 我们在一起吧 小军我们在一起吧 等等 张峰 你还想干什么 我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 他肯定是犯法了 犯法 肯定的 我们在一起上学 我们都知道 他妈跟人家跑了 他爸在工地搬砖 他怎么可能是隐藏的花呆 我看他呀 肯定是穷疯了 然后去犯罪 你呀 逍遥不了几天就会被枪毙了 你这么说 也有道理 哼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治安官抓你 行行行 你赶紧打 赶紧打 故作镇定是吧 你等着 喂 治安局嘛 这里有个漏网的罪犯 涉案经过高达一个亿 好好好 你们赶紧来 不然他跑了 治安局让我们看着吧 别让他跑了 到时候给我们计功 一个亿的涉案金额 想百分之一 也有一百万 啊 真的吗 太好了 出门就能减到一百万 哼 让你装逼 这下你死定了 让你装逼 这下你死定了 我 我 我好怕 我竟然是 涉嫌一个亿的罪犯呢 哼 还在故作镇定是吧 今天你不可能跑得掉 要是 你可以跪下来 动我五千万的话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吧 还五千万 你 五块都不值 行 那就等着瞧 对方也在哪儿 赵队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在收破烂的穷狗 突然有一个亿的资金出来装逼 我觉得她是犯了什么大碗 啊 李少 是你 怎么 你认识我 哦 认识认识 昨天在你家见过 还有天坑战神也在 我知道 你母亲是大人物 不是 赵队 你搞错了吧 他妈早就跟人跑了 怎么可能是大人物 什么 啊 我亲眼所见还有错 赵队 是真的呀 我和她是同学 我知道她家庭情况 她现在住的还是出租屋 还敢污蔑李少 再不滚 别逼我用污蔑罪抓了你 还敢污蔑李少 再不滚 别逼我用污蔑罪抓了你 我就知道你是个卑鄙小人 竟敢污蔑李少 真是可恶 赵队 你刚才说 李小军他妈是大人物 连天坑战神都在他家 我是执法者 我会说谎吗 小军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隐藏身份 装普通人的 周燕 你还真是个贱人 怎么 看见我喜欢李小军 你吃醋了 我只喜欢李小军 你赶紧滚吧 小军 小军 我们结婚吧 我愿意把自己给你 好好爱你 哼 不好意思 配不上我 自己滚吧 服务员 把我把衣服包好 赵队长 走了走了 你上班走 哎 哎 我知道你心疼在儿子 可结婚这件事 讲究能当户对 咱要量力而行啊 爸妈我回来了 儿子买好衣服了 全人上下都买了 保证换人一心 行赶紧去换上 咱们去林家接媳妇 爸妈看看 怎么样 帅不帅 哎 不客气玩的 帅的让人睁不开眼 走吧 去雪柔家 你真想好了 要娶林雪柔吗 怎么 你又没把握了吗 那倒不是 我是想说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娶到 比林雪柔更好的女人 在北都有很多 达官贵人的千金 想和我们联姻的 我不 我就要雪柔 行 老公你在家等着 走吧 好 一会儿陈公子来热情点 别拉长这一张脸 跟有人欠你前世 我说过了 除了小军以外的人 我是不会嫁的 你是非得 李小军 那个破脸小子不嫁是吗 是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李小军死了你才会死心 你是在逼我杀的是吗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我给你的保护已经够多了 我保护不了你一辈子 不能找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保护 你明白吗 只要小军才能保护我 你未经事事 我不想和你多住 我就问你一句 是答应陈公子 还是让那个破脸小子死 知道我一个电话打出去 是什么后 龙英 开始狩猎 我答应你 先等等 这不很好吗 雪柔 什么 你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林叔叔 这是我妈 特意来上雪柔提亲呢 你还真是灵魂不散 还真的敢来 怎么了林天 你是觉得我儿子不好吗 你什么身份 竟敢知乎我的名字 我没什么身份 我只是李小军的妈妈 她喜欢你女儿 你不同意 有这回事吗 我是不同意啊 怎么定 你因为你外边挣点小钱 就了不起了 雪柔芝在我林天眼里 你连个屁都不是 我劝你善良 同意两个孩子的婚事 否则 你将后悔莫及 怎么 你威胁我 不算威胁 是善意的提醒 岂有此理 你知道我是谁吗 竟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我当然知道 天都首富 龙龙大王 一代江湖的传奇 没说错吧 你既然知道我的力量 还敢出我的逆脸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的能量 比你强一点点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你比我强 你是比我有钱呢 还是比我有势啊 如果说既比你有钱 又比你有势呢 哈哈哈哈 我看你是真疯了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 老公在宫底搬砖 儿子在收破烂 出去挣了点小钱 就目中无人了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把小命就交代在这里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你的命就交代在这里 我不信你一个电话 就能让我把命交代在这 我倒是信不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邻家 淪落地狱 哈哈哈哈 是吗 那老子还好奇呢 你是怎么一个电话 让我邻家淪落地狱 你想试试吗 是啊 不要对我客气 你要不能让我邻家淪落地狱 今天 我就让你一母子 死无当天之地 好 你等着 我给你安排一下 十分钟之内 让邻家的所有业务 停止运转 明天 好戏登场了 哈哈哈哈 可笑 我邻家在天都 黑白两道叱咤风云 向来都是我封听别人 竟然还有人要封听我邻家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等等看呢 我等 十分钟吗 我倒要看看十分钟后 我邻家怎么被你封平的 妈 我知道你有些能量 但是 你这个流出的也太大了呀 等会要是下不来的 你就知道了 儿子 你可以永远相信你吗 结果来了 你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看来 你还真有点能量 怎么样 可以同意我儿子跟你女儿的婚事了吧 你以为 你在商界有点能量 就不得了了 现在可是总督公子 在向雪柔提亲 你的能量跟总督比起来 算个屁 你的意思是 还要跟我硬钢 钢 你又如何 只要雪柔跟总督公子联姻 立马就可以恢复我邻家的生意 彈指尖灭你 总督公子 跟我儿子比起来屁都不是 八个 谁在报 好 贤指 你来了 哈哈 一点魔力 你太见外了 另外 还有一个 一支票 还请林叔叔 把雪柔 许配给我 嗯 好说好说 陈先生 你总算来了 这里有个女人 仗着自己有点能量 竟然不把总督放在眼里了 就是她 就是她 对 就是她 老女人 你要把你儿子跟我这雪柔吗 我儿子样样比你强 凭什么不能跟你争啊 你说什么 你儿子样样都比我强 当然 你真是要把老子记住 好 那你倒说说 你儿子哪一点比我强 这凭雪柔喜欢他 不喜欢你 就比你强多了 那有个屁 这是个拼爹的事 他爹是个搬专的 我爹是总督 他有哪一点能跟我比 你觉得你爹厉害 那你把他喊来这儿 跟我比比看 你说什么 你想把我爹喊来跟你比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爹可是天都懂都 就你这种身份 一辈子都没资格见到他 对了 赶紧的限制给你爸打个电话 天都相会一反常态 我邻家的产业 你让他帮我过问一下 林叔叔不要急 只要我和雪柔的事定下来 这事我爸分分钟把你打 雪柔的事已经定下来了 他答应我和你联姻了 真的吗 雪柔你答应吗 我对你没兴趣 都是我爸逼我的 放死 竟敢对我突然反而 小君他妈也有点实力 就算跟我们家比 有点差距 但是也不丢你的脸 你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呢 他就是再有实力 能跟总督伏比吗 林天 别再狗眼看人低了 我说过 无论如何 我都给我儿子 把这面子称呼 我都撑住了 今天你想怎么玩 我都陪你 真是狂妄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我爸是总督 你是比老子有钱呢 还是比老子有事啊 还又在外上 挣了个个巴意 根据全世界都是他的了 客巴意 在我眼里连屁都不是 老子分分钟 从世界银行 掉一千亿 打死他 你还能从世界银行 调动资金啊 你不信啊 那老子就好好的 打打你的脸 正好世界银行行长 现在在龙广 我现在让他过来 当场打电话 调动资金 打你脸 好啊 你把世界银行行长叫过来 他要是能给你调动资金 我跟我儿子从这滚出去 你把世界银行行长叫过来 他要是能给你调动资金 我跟我儿子从这滚出去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对就是我说的 行 你等着 看我怎么打从你的脸 让我滚出去 喂 刘行长吗 听说你现在是龙国 我这里缺点资金 你帮忙过来调动一下吧 嗯 好 好 江八老 你等着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实力 如果我说 世界银行行长来龙国 都是我叫来的 你还会这么想吗 你说什么 世界银行行长是你喊来的 就你这种身份 也被认识这种大人 看来 他在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哈哈哈 没关系 天都是我的地盘 我可以陪他慢慢玩 玩死他 别怕儿子 有妈在 绝对帮你把面子这么足 嗯 没事 你都这么挺我了 就算输 也无所谓 不可能输 还在当 一回你就知道后 陈公子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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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刘好长 你来了 陈公子 就是什么大项目 需要资金调度啊 也没什么 就打一个自以为是的 香巴佬的脸 哦 是哪个不长眼的香巴佬 敢惹我们陈公子 不是着虎吗 香巴佬 刘行长来了 这下打脸了吧 怎么 你要给他调度资金 来打我的脸 冬 冬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呀 陈悟周 拜见凤老板 刘行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堂堂世界银行行长 竟然败一个香巴佬 封死 凤老板的实力 可比你以强多了 你还敢小瞅他啊 我看你现在不知死活 你再跟我开玩笑了 我压根就没听过这好人物 你竟说他比我强得多 你就是井底石蛙 本石的人之龙凤啊 所以 刘行长 你是不会给他调度资金 来打压我的 是吗 他当然不会 我哪有那个狗胆 敢跟您对着看吧 总督公子 你要打我脸的呢 总督公子 你胆敢固执一个爆发户跟我做罪 你可知道后果 陈龙子 老夫劝你一句啊 别再向着你爸为所欲为了 否则 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妈的 还在不识抬举 陈龙子 陈龙子 把这两个鞭当个废啊 是 你这样念过 是 念过点 念过也得死 鼠背猖狂 就这样的垃圾 别带出来丢人现役 这是犯了 心敢在我邻家 跟总督公子动手 你 瘋老板 大家还有事 就先行告辞了 来人 这个臭女人 竟敢威胁总督公子安全 给我拿下 这个臭女人 竟敢威胁总督公子的安全 赶紧给我拿下 等等 什么 熟了 熟 我只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同意两个孩子的事 万事皆休 否则 我将你的龙门连根拔起 什么 你要把我的龙门连根拔起 你以为你他妈谁啊 我就这脾气 你要不相信我 我就证明给你看 给我把龙门毁了 相关人员一律扣押 彻查他们所有的犯罪证据 你等着 很快就会收到珍惜 笑话 你因为你一个电话 就能毁掉龙门 你知道龙门是谁照着的 知道龙门的背景吗 你要有本事 动龙门一根指的 我就有本事砍掉你的手 你还是这么自信 我跟你说过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钱就了不得 金钱在权力面前 屁都不是 你说的都没错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 我都抢你太多 你说的都没错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 我都抢你太多 哈哈哈哈 好 我倒要看你还能装什么笔 那装不出来 我让你看看后果 你自己计时吧 十分钟之内 林叔叔别怕他 无论他动什么关系 我跟我爸打电话 随时帮你板屁的 多谢先知 我也是这么想 在天都 谁敢跟总督府做罪 妈 你真没开玩笑 有个总督府对着敢 儿子 我跟你说过 你可以永远相信你吗 哈哈哈哈 什么 龙门被查了 什么人干的 好好好知道了 怎么 我说的话都兑现了 你别高兴的太早 天知 这下看你的了 龙门真的被查了 是的 谁查的 不知道 说是什么秘密行动 没有表露身份 看来还有点能量 不过没关系 天都是我爸的地板 我爸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你等着 天都是我爸的地板 我爸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你等着 好 我等着 雪蓉 凤阿姨把你凌家毁了 你不会怪小军的 不会的凤阿姨 我爸他是自作自受 雪蓉 你放心 就算你们凌家大厦清塌了 凤阿姨也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不输凌家 我不需要什么荣华富贵 凤阿姨 沙文跟小军在一起 就算去大街上紧迫了 我也愿意 嗯 你是个好女孩 小军一定会对你好的 欣哲 事情问得怎么样了 不用急 我爸已经安排人去查了 而且 他听说有人跟我抢亲 非常生气 要亲自过来 什么 总督大人要亲自过来 那是当然 我这是我爸能不亲自出面吗 天都这里 他出面 谁敢不服 是是是是是 想巴了啊 你死定了 我爸一来 直接就可以把你抓走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没事 我本就想把这天都总督给废了 他来的正好 没事 我本就想把这天都总督给废了 他来的正好 你说什么 你想要废了天都总督 你真是要笑掉老子大牙 你以为你是谁啊 总督乃北都大地所崩 是你想废就能废的吗 他是狂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们很快就能知道我是谁 你再怎么厉害 能比总督厉害吗 总督可是天都的第一人物 看来你的眼界 也只能在天都这个小地方 你的意思是 你还有天都之外的靠山 我没有靠山 我自己 就是自己的靠山 哈哈哈哈 可以 我临天这位子什么都见过 我还真想看看 比总督还厉害的人 是谁不是死活 比我还厉害啊 爸您来了 见过总督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要我亲自出面 就是这个女人 有点能量 找关系查了龙人 还说要废了您的总督之位 女人 你要废我总督之位 女人 你要废我总督之位 是的 你谁呀 我想知道 你拿什么来废我啊 听说过神后吗 神后 你说你是神后 你不信 爸 神后是谁啊 神后乃帝师 从不以真面世人 所有国之大事 大地必请神后解决 乃是国之利器 以我现在的身份 根本就见不到神后 他竟敢冒充神后 既然冒充这么大人物 那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了 是 冒充大元是重罪 今天 他插字难逃 说吧 你到底什么来头 为何针对林家 与我总督辅助队 我已经说了我的来头 现在跪下求饶 还来得及 晚了 就真没救了 嘿嘿嘿嘿 还在说实 那我就成全你吧 富为何在 总在 给我把这个冒充大元的步伐之徒 拿下 是 谁敢动我 谁敢动我 你还真入戏 冒充神后 还买个道具 神后令乃至尊令 何等珍贵之物啊 你买这个破东西 想冒充 就不知道花点钱 买好一点的 多多大人 以我这些年江湖经验 此人冒充大人都面不改色 必须的惯犯 心理素质精强 不怕他心理素质好 把他带到我呢 他就是条龙 也给我盘着 来来 龙大人 把他给我带走 很好 既然你们非要抓我 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 爸 还有他 这个小砸碎 把他一起带走 怎么了 收破来的 你不是挺恨的吗 穿上这身破西装装个逼 就敢跟我这女人啊 现在沦为街下囚了吧 没事的儿子 你的女人谁都抢不走 我们很快就能出来 还在装逼 等会你们母子就知道怎么死了 一会儿 我要先扒掉你们身上这身皮 让你在我面前装逼 别和他废话了 带回去一起收拾 带走 小军 他们母子都完了 你还在身上 小军 你还在身上 我求求你放了他们母子 我愿意加入总督府 小军 不要 小军 我没法跟你在一起了 无论怎样 我都不希望是因为我女出事 没事的 闺女 阿姨和小军 只是过去跟他们玩玩 很快就能出来 阿姨只是非要走这一遭 让这些家伙死得更彻底 死到临头了还在装逼 我真是扶你 带走吧 别挥发了 带着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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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事整的 说好来帮我出头 把许罗取回去 法搞得我们被抓了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只是去走个过场 很快就能出来 你到底是真神厚 还是冒充的 你到底是真神厚 还是冒充的 我要是冒充的 你觉得我还会如此淡定吗 我也觉得你应该是真的 可是 可是什么 听说那个什么神厚 是大地身边的红人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以后慢慢跟你讲 哈哈哈 听说你要废我总督之位 怎么 现在却成了阶下球了 哈哈哈 我已经给你算过命了 不出半个小时 你的乌纱帽就得丢 哈哈哈 又玩明星这一套 老子才不信呢 哈哈哈 爸 和他们废话什么 直接上行吧 先折磨他们一分再说 不急 我已经派人调查他 是用什么关系查龙门的 查到了 连他的关系一锅端 是啊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深 现在啊 给你们母子一个机会 自己交代 老你们不死 怎么样啊 哈哈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没必要跟你废话 妈的 这什么时候了 还嘴硬 来人 总督 跟我上个行丸丸 是 报告总督 什么事儿 已经查清楚了 这天刚卫查通的龙门 天刚卫 天刚卫 天刚战神 是 报告总督 他为何要查龙呢 你认识天刚战神 天刚是我手下 有什么问题吗 天刚战神是你手下 哈哈哈哈 要是天刚战神真是你手下 你这所在 他必在你身边 我岂能抓得住你 这么明显的破绽 你还跟我演 你这种人 是见得到黄河才死心的 爸 你就在这收拾他们吧 我先去找林雪柔玩去了 你可怕敢欺负雪柔 我弄死你 丙天刚战神 什么事 刚才得到情报 神后和少帅被总督府抓走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与天刚为消息 神后和少帅被总督府抓走了 岂有此理 那陈明山是不想活了 请天刚战神施下 还施下什么 立刻电令九大战神 兵委总督府 我们立刻前往 是 走 你不是神后吗 怎么抓了这么久 都没听到任何震动的消息 我的耳中 已听到了车轮轰鸣 我的神经已经感知到了杀意逼近 不出十秒你就会收到震动的消息 哈哈 是吗 嗯 那我倒数 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总督大人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我们总督府被包围了 什么 总督府被包围了 谁这么大胆 竟敢包围我总督府 瞎着玩了 是 是九大战神率兵 什么 九大战神率兵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说要来接神后 九大战神率兵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说要来接神后 什么 接 接神后 你 你就是神后 你相信的太晚了 陈云山给老子滚去 陈云山拜见天刚产神 你小子想死了 敢居住神后 天刚拜见神后 就帅来迟 请神后降队 起来吧 不怪你 是我自己愿意来这走一遭 体察一下那些被冤抓的人 不然就凭他的本事 岂会抓得来我 陈云山这狗东西 有眼无珠 敢冒败神后 我现在就宰了他 神后劳民了神后 是我有眼无珠 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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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呀 我是冒充的 犯了重罪呢 你看手铐还戴着的 混蛋东西 竟然敢给神后戴手铐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打开 马上打开 好好看着我 我是真神后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 你是不是以为你是天都总督 就可以目无王法 只手遮天了 不敢 不敢 立刻查封总督府 抓陈云山问罪 同伙人等 你一个不能放过 是 神后劳民了 神后 怎么样老妈没骗你吧 说能进来就能出去 哈哈 好吧 老妈你果然牛逼 哎呀糟了 怎么了 那个总督公子去找雪柔了 他不会对雪柔怎么样吧 他敢 他以为 他以为我们都死定了 会不会对雪柔不立 你赶紧给你儿子打电话 上他别打雪柔的主意 否则 否则我要你儿子的命 好好好 我马上打 我马上打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微 不好 妈 你处理这里 我去打雪柔 哎呀 你翅膀硬了 竟敢拆我的台 我只是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想说我没人的新生命 我有错吗 你懂个屁 林叔叔 又在生什么气啊 真是你来了 哎 雪柔这千金一体的 林叔叔你怎么能打他呢 别碰我 你看 陈公子对你这么好 连相信你都不领情 你这辈子 弄什么中心 哎 是啊雪柔 李小军母子 马上就会被拉上刑场了 你就不要再有幻想了 好好地跟我吧 是吧 你都说破烂烂的母子 马上就送到刑场了 那是当然 惹了我们总督府 他还能活 哎 那就好 我还以为那女的有什么大背景 搞得我心里喘喘不安的 搞定了就好 所以 林叔叔 你就放心地把雪柔交给我 哈哈哈哈 放心 放心 哎 那行 要不林叔叔你先去忙吧 我和雪柔单独交流交流 哎 那行 要不林叔叔你先去忙吧 我和雪柔单独交流交流 哈哈哈哈 听到没有 好好陪陈公子聊天 好你们聊你们聊 爸 怎么 雪柔 答应我吧 你别想了 如果小军死了我也不会活 你是觉得我哪一点比不上那个收破烂的吗 我海外留学背景 又怪为都军公子 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嫁给我 我能看得上你 是你的福分在身 我不稀罕 只求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就行 看来 你非要不实采取是吧 你要干什么 哈哈 我看上的东西 不择手段也要得到 所以 你最好自愿 别逼我动 你想干什么 这个是我自己家 哈哈哈 你家里 你家里经济被阻断 龙门也被查封 你爸还指望着靠我董督母翻身呢 他敢对我说一个不 所以 你最好乖乖的从了我 我们高高兴近的去开房 哈哈 不可能 我死定不会同意的 那我就来强的吧 哈哈 不可能 我死定不会同意的 那我就来强的吧 哈哈哈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你呀 你别 爸 爸 爸 救命啊 噓 别喊了 你爸是同意我们的 老板 你说句话我就杀了那个混蛋 杀什么杀 姓神的太欺负人了 就算老板你再怎么落落 你不能让他进上门 还如此的明目张胆 我知道 你憋屈 那又怎样 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都憋屈 人家走到今天 需要靠住总督府这个大树 为了我林家的崛起 牺牲一个雪柔 哼 算什么 我懂 你在江湖这么久 也刀口上掀过去 你应该明白 有些东西 要拿命去换 啊 啊 啊 哎 你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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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子叫我说你逃过去我的手 手上的心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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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在找死 放开我 你他妈在找死 妈的你怎么来啊 你老子来要你的命 小军 小军 小龙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个瘦破烂的皇家了吧 敢到处打我 哪里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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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我可是总督的儿子 动我一根头发都得死 你敢打我过 那边人呢 贤侄 哎 怎么了贤侄 他竟敢动手打我 赶紧给我把他废啊 是 小子 你自己跪下来受死吧 我让龙鹰出色的话 你会生不如死 林天 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堕落啊 这种人渣在你家里欺负你女儿 你非但不管他还帮他 江湖传说你是龙门大佬 没想到就是没种的送货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被训我了 不是 是 给我杀你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被训我了 不是 是 给我杀你 你没有杀他 就先杀我 事到如今 你还护着他 我不管 今天他死我死 既然你想攀附权贵 我就让你竹岸大水 我把你养大 你还慰藉我 对 你是把我养大 但是你也不能冒到工具 这些年 多少人跟我掰手腕都死无全尸 你也想试试吧 不要 别管他 你要把这个出破烂都给我上 今天我要跟小军星死 你们真是贱人 我要打电话给我爸 让你们死无人事 不用打了 你爸已经玩了 我爸是总督 我爸会玩 你妈才会玩吧 我妈玩不了 他可是真的神后 大地之师 国之英雄 世界传奇 还在这里吹牛逼 我马上打电话 喊人过来抓你 让你死无当身之际 他死不了 死的是你 他死不了 死的是你 妈 你怎么来了 你来这动虎狼 我当然得来保护你 那确实 你再来晚点啊 可能就没儿子了 放心 这世上没人敢欺负你 谁欺负你 谁死 你个死女人 居然敢越狱 越狱 这天下还没有监狱敢关我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爸 让他把你抓回去 你别打电话给他了 他就在外边的车里 我打电话给他 把他给他送进来吧 哼 把陈云山给我送进来 你等着 给你惊喜 哼 脑子就看了装逼 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 咱们先下手为强 有应 干掉他 是 你在找死 儿子 你赶紧给我一下 爸 你这是怎么了 你赶紧给我跪一下 他他他他 他真的是神后 你赶紧给我跪一下 他他他他他真的是神后 什么 他是真神后 这怎么可能啊 神后可是帝师 出行都是大台面 他怎么可能是 你赶紧给我跪一下 是真的 是真的 他无一封是法 你别看我走的 真的走 你还想不想还你 啊 我跪下 带你神后大人 神后大人 饶命啊 你仗势欺人 强抢名誉 饶不了你 天堂 在神后 抓起来 送去黑暗监狱 哎 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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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后开了呢 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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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弱者求你父子 你父子 你父子岂会放过别人 今日 便是你父子的报应 带走 是 神后大人 神后 神后 神后看看 神后大人 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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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婚 咱不就是亲家吗 亲家呀 雪柔跟小军 一地婚 咱不就是亲家吗 这么说 你同意我儿子 跟雪柔的亲事了 同意 同意 当然同意 你不觉得 她是个收破烂的 配不上你女儿 再逼她嫁入全门了 哪受 一时糊涂 还望神后 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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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你异用龙门 违法犯罪 草奸人命 你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来人 是 将林天送去黑暗监狱 并传令 彻查林家所有生意 是 神后 神后 亲家 你饶命了 我可是雪柔他爸呀 雪柔 还不提法仇情 凤阿姨 怎么 你是要为他求情吗 嗯 毕竟他是我爸爸 对对对 我是雪柔他爸爸 我还是小军他岳父 以后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你怎么能抓我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成为神后吗 为 为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成为神后吗 为 为什么 那一年九国联军犯禁 我恰好参军 血战厮杀 从死人堆里活出来 这些年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国 为民 为公道 你觉得 我会放过一个 利用手段残害同胞的罪犯吗 可咱们 可咱们是亲家呀 小军 那么爱雪柔 你要把我抓了 雪柔是不会答应嫁给小军的 如果我抓了你爸 你还会跟小军吗 嗯 会的 雪柔 你在干什么 你要你爸的命吗 当你让一个人渣 在家里面欺负我的时候 你在我心里面已经死了 雪柔 那是爸糊涂 你别跟爸计较 你赶紧帮忙求求了 要不爸就死了 冯阿姨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我跟小军的感情 是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给影响的 你如此实大体 重情义 我很欣慰 天罡 把礼物拿来 天罡 把礼物拿来 这是大地狱刺的鸳鸯界 全球只有一对 不仅驾驶连城 而且 拥有此戒 可以随时入地宫 建大地 强者不可侵犯 冯阿姨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敢说 你对小军的情谊 再贵的礼物也值得 来小军 给雪柔带上 好的老妈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 你们自己玩去吧 我还要去处理一下天都的各种乱局 天罡 在 法人带走 是 事后饶命啊 我一定要好好做 雪柔 救救爸呀 雪柔 那都是你自找的 自己去监狱里面反省吧 雪柔 雪柔救我呀 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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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以后有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嗯 我是你